我們現在開始跟各位上課叫化學反應 就是各位八年級下學期的第一章 拍一下 這邊我們要學問的事情有 了解分子式 知道它的意義跟它如何是寫 第二個知道一些跟你講化學反應有產生的現象 什麼氣體啊 顏色改變啊 沉澱啊 然後一些重要反應其實你要記住 然後一個常常有考的很簡單的質量守門定律 然後了解原子量什麼意思 然後會算分子量 考試很少直接考你分子量 但是因為你在算末的時候需要用到分子量 所以你必須要會算分子量 然後知道什麼叫末 然後會算末濃度 然後呢這些東西 然後有一個化學反應方程式 一個重點是要會平衡 然後了解均衡技術的意義 然後用到後面做一個簡單的化學計量 簡單的化學計量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要講的是化學式跟分子式 這邊所謂的化學式就是利用元素符號 利用數字還有一些其他的簡單符號 用來表達一個分子 一個存物質的組成 原子的種類、樹木、排列方式等等的 這個叫做所謂的化學式 化學式有很多種 國中基本上只學一種叫做分子式 好很多種國際上只叫分子式 幾乎只用到它 第一個叫做減式 就是最簡單整數比 在做實驗的時候 一開始我沒辦法知道有幾個氫 有幾個氫 有幾個氧 但是我很容易知道 氫比氫比氧的比例是幾比幾 所以這叫做減式或者稱為實驗室 像葡萄塔分子式是C6N12O6 減式就是CN2O 所以說最簡單整數比叫做減式 我們國中幾乎都只叫分子式 就是把這個分子、這個存物質 它裡面的元素的種類跟數目表達出來 用元素符號告訴你有什麼元素、什麼原子 加上數字告訴它有幾個 所以用元素符號跟數字表達它的種類跟數目 這個就叫做分子式 像上面舉的例子 氯化鈉、鈉跟氯在一起 氧化銅、銅跟氧在一起 這叫做分子式 國中基本上就學這玩意兒 下一個叫做氏性氏 就是把它的官能基 它的特徵表達出來 我們用在有機化合物 比如說這個乙醇 如果寫分子式是C2H6O 但是呢 未來上高中你就知道 有機化物有非常多的同分異構物 分子式相同 但是構造不同 所以你寫個C2H6O 沒人知道你在寫什麼 所以我把它特徵表達出來 OH 表達出來寫成C2H5OH 你看到OH就知道它叫做純 然後它叫做乙醇 這叫做式性氏 我們用在有機化物式裡 把特徵表達出來 結構式就是長相樣子畫出來 長相樣子畫出來 有不同的畫法 就是這個最簡單的畫法 叫結構式 國中只有在講那個聚合物的時候 出現過一次 給你看那個長相 然後之後就再沒有出現過了 所以也是看過一眼就沒有 叫結構式 除了這些字 還有這些點點點其他的表達方式 國中都沒有交 沒有出現過 就不要反它 然後我們重點是放在我們的分子式這裡